大家好,我是真過眼 今天又來找野蜂了 早了一個下午,現在還一無所獲 爬到了山頂 不走行長路,全是潮,沒有樓梯的 我們現在準備爬到山頂去,然後再下來 這個冰樓 這蠻有狂 登頂了 哇操,這裡的蕨類植物這麼高 這裡高幾條樓 走出來了 真累 有很多蜜蜂都會往那一邊去 我們現在往那邊去走走看 其實真正要找風的話,要爬這個峽谷 這片原始森林 坐一下 這邊是原始森林 我看一下這個原始森林 原始森林 這裡面居然還有路 我們來這裡面找一下 看看有沒有 這些地方看一下 有沒有蜜蜂 哇,又豐盛地 又豐盛地 這個位置不錯 這裏有一棵鴨腳墨 底下都是石頭 哎呀 哎呦,還爬不上去 怎麼跑到哪 小心啊,舌頭啊 手套啊 坐出去,坐下 夾住了,再爬 對焦羅 他要站著腳步旁邊 這些蒼天老林 裡面不知道有沒有蜜蜂 什麼啊 對方 没有啊 这些屌地方居然有人在这里烧烤 我们走到下面看一下 没胖了 哇 这些都是石头缝 只可惜没有见到有密封的身影 你看 这些都是石头缝 这些地方多好 没有看到有一只密封 这个位置放右风筒就很好了 大家看前面没有树木的遮挡 然后此地又阴凉 这种位置放右风筒绝佳 这里的一块石头 这底下应该是没有洞 如果有洞的话肯定会有密封的 这里一只密封都没看到 那里有一颗好大的琵琶 还是压角木 那一颗好大一颗 就在那个位置 这里按理来说应该要有密封才对的 没密封就不符合科学 这么多石头缝 一只密封都没看到 估计是这里以前着过火 看下这些位置放右风筒就很不错 像羊 very good 这里也没有 这一颗压角木 已经开始结果了 那羊梅树啊这些都是羊梅树啊 这里密源应该是很好的 我们再往下走一下 好现在回去了 今天白搞了 爬了一个下午的山 毛都没找到啊 昨天也是爬了一个下午 毛都没找到 当锻炼身体吧 真的蛮爽的 每天爬爬山 身体又健康 好吧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点个赞 关注一下 转发一下 谢谢